都拉成语故事 两面三刀 两面三刀是个贬义词 比喻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玩两面手法 但其实它原是古代一个建筑术语 是瓦工技术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 两面是指砖的两个粘合面 当瓦工左手拿起一块砖石 会让砖块在手掌上迅速打转 目的是确定两个合适的粘合面 三刀是指砌一块砖石 瓦刀挖上一点泥浆后 分三次抹上砖的粘结面 技术较差的师傅 不是两个粘结面选得不好 就是瓦刀上挖的灰泥量有多有少 抹灰泥梗子时 不是三刀定案 而是四刀甚至五刀才能完成 古代对学徒瓦工的培养 都是从两面三刀的基本功开始的 而在如今 两面三刀就是用来形容那些居心不良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 生活中耍两面三刀的人居心不良 在背地施展阴谋手段 也许会一时得逞 但终归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涡垫子后 一只能够造成在 与海洋装地上 水分装地上 一只能够造成在 水分装地上